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你们在破居士生啊 对不对啊 你们不能在里面讲来讲去的 这是忤逆重罪 这要下地狱的 父母亲怎么不好 你不能杀的 现在年轻人杀父母亲很多的 看看妈妈已经不行了 在医院里了 跟医生说 医生啊我们不救了 妈妈死掉了 你也叫杀妈妈呀 所以过去这样叫忤逆之子 就这个人啊 就是非常不地道 不正规的 所以像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身亡极乐世界 还有吗 就是诽谤正法 佛道在人道中求 其实佛在人道中求 你看你要求佛道 你要在人道求 你到畜生道去求啊 求得到吗 你到天道去求 为什么求不到啊 太享受了 根本不听啊 只有在人道 苦乐参半的人道当中 你才能求到佛道 三世诸佛在人间成佛 三世诸佛就是所有的佛 都是在人间成佛的 你们不要看其他人 你们就看看我们伟大的佛陀 是不是在人道当中成佛的啦 所以智慧多一点好啊 因佛性而成佛 转凡心成佛志 一个人凡心很重 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佛志呢 要成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都看清 什么都看了简单一点 不要太复杂 你看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这么痛苦啊 太复杂了 什么事情啦 你告诉我啊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年轻的时候 你们都觉得很多事情不得了的 你们现在想想看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不是都过来了吗 哎呦没生过孩子 第一个痛苦啊 吓死了 没生过呀 生了两个呢 再来两个没关系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要转凡心成佛志 佛志就什么都看了 淡一点 三二道根本不能成佛的 我 老师 我 我有什么事 你不认识 我 老师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 你不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